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阿強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的是信德 國家一個高新區 這裡是龍江的九龍郡 這裡就在南沙的旁邊 也是在廣州的附近 我們國家將來打造一個 下一個南沙自貿區的窗口 就是這個地塊 我現在帶大家進去我們十一步 請鵬哥跟我們介紹一下 鵬哥 你好 這位就是今天跟我們介紹的項目的 司償顧問鵬哥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鵬 是不是這邊 好 這邊 幫你介紹一下 這邊 看看我們的區域圖 現在我們是在於藍色的位置 龍江九龍魂 其實龍江地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了解過 龍江地產我們很熟 但是這邊這個樓盤 我第一次過來 幫你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是位於 信德大量五山這個品塊 我們這個也是用來講法交界的樓盤 我們比較接近的地方 就是南沙區的一個大江鎮 就是廣州南沙區 而且我們這邊比較近 就是廣州的潘裕區 相當大家來說 到南沙區和潘裕區的樓價 大家都比較熟 三萬多元 四萬多元的樓價 我們這邊 過去才是十公里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享受我們龍江大品牌的樓 大概買的均價 一萬元左右的大裝修 所以這個性價比來說都比較實惠 另外我們說回整個所在位置五沙 其實五沙也是我們國家高山區的順德縣 我們這邊基本上都是一個 汽車產業為主的企業 我們買的這邊 其實是用來放租 用來比較方便 因為它周邊的企業 員工的數字來說 失業來說比較高 因為他們的汽車產業 日產基本上工資都不會太低 基本上去到六千 去到一萬元左右的水平 是 另外這個周邊 我們這邊 放租基本問題 我們交通都比較方便 是的 你現在講到交通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這些 香港客戶過來這裡的交通是怎樣 香港客戶我們可以去到 我們的京廣澳高速 是 我們去到廣東南站 當然我們去到慶城站 這邊過來的 我們基本上慶城站 我們過來 可以搭公交車 大概二十分鐘 回到大江鎮 有公交車過來 沒錯 我們南站這邊 也有一個輕軌 我們港珠城軌 去到順德學院這個位置 然後還要乘公交車 回到我們航母這邊 都比較近 都有很多方法過來 是的 除了高鐵以外 其實我們這邊 可以搭郵輪 可以去到順德港這個位置 可能會時間長一點 是 順德港 沒錯 因為郵輪到順德港 我們大概過去 才是兩三公里 可以轉回公交車過來 是的 其實你說在高鐵站也好 順德學院站也好 還有順德港的港口 都是有公交車過來的 是 沒錯 有公交車過來的 如果我們香港的客戶 他過來 他可以駕車過來的 駕車過來 可能會長遠一點 就可以去到珠海這邊 就是回港這邊的 珠海過來 我們航母大概 可能會需要駕車 要四十分鐘左右 是 我相信如果你有軌道交通 都選擇軌道交通比較方便 應該有很多客戶 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選擇軌道交通過來 是的 舒服 其實這個位置 我們的產品來說 它們周邊 基本上我們賣的已經差不多 我們所有周邊的鐵 要發展到比較快 我們這邊 除了我們鐵 比較多之外 其實周邊 比較多的樓盤 會鎮住入這裡 是 是 是 包括我們除了龍光以外 我們隔離 還有一個敏捷地產 已經進來了 是 它的地價 去到差不多一萬元左右 相信來說 它買出去的價位 基本上去到兩倍左右 兩萬元 是有個賺頭的 是 除了我們五沙節 有個規劃之外 隔離的一個廣州的 南沙區大港鎮 也有比較多的村 去舊改 是 美麗鄉村 是 是 美麗鄉村的舊改 我們隔離 過去兩公里不到 也有一個月秀地產 廣州龍頭月秀地產 去插千我們大江東樓村 地價去到一萬七千元 是 所以我們這邊 基本上 就買它的地價都不到 是 除了一個月秀地產之外 其實我們下去兩公里 也有一個 恆大地產 插千的一個龍谷村 是 其實現在很多地 都被人投了 是 沒錯 沒錯 包括我們現在五沙 伸出來了一塊地 140萬平方米 比較大 它做了一個新城市的一個規劃 所以這邊舊改 以後都非常多 我想問一下 周邊的商業配套 和生活配套 是怎樣的 生活配套來說 我們都比較方便 比如我們醫院這方面 我們基本上比較近 我們去到兩公里左右 這個十八路漢山 這個位置 兩公里的位置 這個有個南沙的大陸人民醫院 二甲醫院 是比較大型的 另外我們過去 大概一個潘餘的 中心醫院 三間醫院 過去才是十公里 我們 很近 是很近 是 所以這些配套 我們都可以享受到 商業方面 其實很簡單 我們二期樓下 都有個五沙賽市場 和一個新鷹街超市 就是我們生活用品 和買菜方面 樓下就可以享受 如果是去到近超市 也分到我們十八路漢山 這個兩三公里左右 也有個陽光城市購物廣場 和一個特新購物廣場 是一個大型超市 是一個大型超市 我們去到比較近 還可以回到 潘餘的澳園廣場 過去才是十二公里 我們也可以搭公交車 我們門口搭公交車 回到大兩這邊 這邊我們有個 華僑聖福樂海岸 這個是比較大型的 遊樂勝地 純得摩天論為之 另外我們過去七公里 也有個大慎新都會 還有一個嘉慎城市廣場 這些也是我們大型超市 都是萬特級別的廣場 另外我們讀書方面 其實我們樓下都有一個五沙小學 這是公立小學 還有我們有一個五沙鱿魚 基本上讀書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這邊純得 都是按照積分制 跟廣州一樣的 香港人過來買 基本上他們積分 基本上學歷方面加分 再加上我們購房 有加分的 讀書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現在佛山 它推行一個租房 可以入學的 租客入學 所以繼承了我們一個 房東的一個學位的位置 租房都可以入學 是的 他們積分達到的 租房都可以入學 其實這邊基本上 我們很簡單 香港客人過來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都可以累到我們的項目 一個小時三個圈 是的 所以包括我們來南沙 現在很多香港客人都知道 我們南沙這邊 都是有一個深東隧道 再加上我們一個 深圓光高速速 過到去 回到廣州澳大橋那邊 基本上都是開車 都是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很多香港客人 都會過來南沙去看樓 去買樓的 因為這個南沙 畢竟都是國家政策 我們都是貼著他們 南沙貴很多 南沙貴很多 南沙價值 差很遠 我們來看看我們所賣的產品 因為講的時間都比較長 我們來看看我們身後的沙盤 看看我們所賣的地方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沙盤 會顯示到我們整個龍光九龍群的三期 開發的一個模型 我們所在就是我們一期的位置 十楼中心 整個沙盤都是由南、左、北、上、東、下、西的 我們所在的位置 所有的產品都是南向和北向的產品為主 基本上我們這邊住宅已經買完了 兩年之間就買完了 我們所推的就是我們一個公寓產品 公寓產品 我們量都不算多 基本上只有幾棟 我們所一期的公寓產品已經買完了 我們現在推的是三期的六座 三期的六座 這邊呢? 三期六座 即是這裡 沒錯 這裡是我們三期的六座 我們主要推的產品分為南向和北向 南向是一個四十四方的 兩房、兩圍、兩廳的一個複式的螺庫 還有一個北向也是四十方的 跟我們南向的產品一樣 那麼我們價位肯定不一樣 南向基本上都是我們的 中國人首選一個南向的風位 一個採光和通風都非常好的 是的 那麼價位會高一點 那麼另外呢 我們一個單邊位 兩個南向的單邊位 會有一個大積的 一個六十平方的一個公園 那麼它是做到一個三房的 三房 那麼基本上我們這邊 如果買一個投資 我建議 就客戶會選一個北向和南向都OK的 是 那麼另外呢 我們整個樓體 它是一個二十一層高的 是二十一層高的 那麼我們分開 是四個電梯 四個電梯 是二十四座的 二十四座的 是 四個電梯二十四座 是 四個電梯二十四座 那麼我們那個容積率 都比較低的 大概去到三點零左右 是 整個小區容積率 三點零左右 那麼我們看到 我們整個小區 其實它是一個封閉式的小區 那麼我們現在公寓的出入口 會在我們樓下這個位置 外廣場 那麼其實這邊位置 比較公交總站 在我們三旗的隔離 那麼我們出租會更加方便 因為那些客人 那些人落班 會搭公交車回來 是 主要交通方面 就差很多人 我想問一下 現在是在售的 是二十四座 在售的 我們是一個旗樓 我們收樓時間 會在2022年的六月份 是 還有一年半左右 是 都比較快的 那麼我們拿地時間 都比較遲 因為我們拿地 都在2018年的九月份 那現在 屋式單位的均價去到多少錢 那麼我們均價 基本上就是 一萬元左右的 大裝修 是 那麼我們就說 你買了之後 你想搬進來住 和出租 基本上就買家具家電 就OK的了 是 平層呢 平層多少錢 平層呢 我們現在一個住宅 基本上養房 差不多去到 一萬五到一萬六元 大裝修的一個價錢 平層都是住宅來的 是 沒錯 複色的那些就是 公寓 沒錯 因為我們那個平層 只有洋房 公寓全部都是複色 OK 明白 是 那麼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這個 洋版房 好嗎 好的好的 謝謝 這邊 好 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小軌的大門位置 我們來看這個板房 也是我們這個實景 基本上都是小軌入面 另外可以看到我們的大門 其實我們大門 龍江老闆 真的比較大氣 這個大門 由兩噸的巡弩去打造的 造價都去到兩百五十萬 另外可以看到我們開門 可以看到我們一個水景 一個水景位置 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老闆比較注重風水的 開門它會有山也有水 所以這個是一個風水格局 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小區 都是我們兩邊 分成兩邊 我們右手邊都是我們住宅的 住宅 左手邊也是我們公寓產品 可以看到我們公寓一期 基本上在裝修 準備收樓了 另外我們這個位置 看看我們公寓產品 還有三期就是我們吊塔的位置 我們過去都不是多遠 大概一兩百米左右的距離 看看我們這個水景 進去裡面有一個涼亭 基本上我們每個小區業主 都可以享受我們一個 整個遠林的一個配套設施 可以看到我們種的樹木 都比較多 不過比較多的是一個樓有樹 再加上我們香章樹 還有雞蛋花樹 比較多 所以整個遠林景色 非常舒適 而且你想想 在廣東和香港來講 很少的公寓產品 可以享受遠林 我們龍光九龍圍的項目 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裏買來 住又可以 可以投資都沒有所謂 我們是二步 去到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板房位置 我們整個小區 可以看到比較舒適環境 我們整個看房通道 都是做了一個延長化的 沒有什麼修飾的 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鏡頭 其實我們整個小區 每個角落都會裝在一個小鏡頭位置 都是我們龍光的物業服務 牽引系統 包括你們小朋友 和老人家 出現什麼意外狀況 我們安保人員 現在可以看到的 我們都會採取一個安保設施 幫我們鐵心管家服務 另外整個遠林 其實我們要綠化維護 一年基本上維護到幾十次 所以我們整個遠林 配套設施來說 龍光是比較細緻的服務 我們整個遠林 除了遠林見識比較優美之外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業主的人身安全 和我們物業的享受服務 都比較貼心的貼心 我們設置了一個24小時的安保服務 即我們無論隨時隨刻 深夜市的事段 我們都知道我們安保的巡邏隊 去整個小區去巡邏 包括我們小區 其實它都是一個封閉式的小區 只有我們大門那個位置 一個出入口 基本上你就所有的小孩子 還有老人家 你到的遠林去玩 基本上基本上 只能夠在大門出入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都會知道 他們的去向 可以看看我們整個樓梯 可以比較高 當然我們最高 才是21樓 我們都是一個南向 和北向的一個會形 你看看這些採光度 都比較光猛 所以買來居住 絕對是適合的 好,現在來到我們的板房為止 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其實我們的板房 也是一個實地的板房 在我們三旗的八棟的樓梯裏面 可以看到我們入門 我們配套 我們這個大門 都是配套 我們做的是一個防火門 這邊配套有一個密碼鎖 其實這個密碼鎖 有四功能 我們的密碼 還有一個滴卡 還有一個鎖匙洞 這個位置 都可以有 我這邊還有一個指紋位置 所以這個鎖 我們都是配套 我們進來 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也有一個衛生間 其實這個衛生間 也是我們比較寬敞的地方 我們很少公園 設置內部裝修衛生間 也有一個比較小小的洗澡房 我們進來 看到整個衛生間 我們看到客廳和飯廳 連在一起 我們做了一個裝飾 就是我們一個網紅的打卡店 網紅的地方 我們基本上這邊 是做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網紅的 做抖音和直播之類的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客廳 我們這邊的樓梯底位置 可以做一個飯廳 所以我們這邊 買來自己住 都是比較OK的 進來 我們由手邊這邊位置 也看到我們有一個是 廚房的 廚房也是一個封閉式的廚房 我們所有膠錶都是組裝的 除了擺式之外 沒有的 我們這邊的廚房 空間比較大 我們家人 煮飯也好 我們這邊可以設置一個洗衣機為止 到時候這個洗衣服 基本上就不成問題了 我們所有包裝的東西 看到我們所有廚房所有東西 其實它都包含不完 我們這個門 就是為了我們方便參觀 但暫時還未安裝的 到時候我們膠樓 也會有這個門在 另外我們回去看到 我們這個層高 其實也不算矮的 我是1.82米的 這裏有差不多2.2米的高度 所以這個空間也比較寬闊 看看我們入門 會看到我們有一個中空位置 進來後 可能會感受到很舒適 不要那麼壓抑 所以這個設計 我們比較方便 另外我們這裏 都會設置看到 我們一個可視系統 其實這個系統 基本上我們入面 這是燈 電 包括我們上樓的門口 大門位置 所有系統都裝在入面 我們一件開燈 一件關電 都全部在入面 我們上樓梯 其實我們樓梯做了一個玻璃護手 到時候後期個人外號 也可以更改 你自己可以收回 我們上樓梯 其實我們二樓 都是做了兩個房間的位置 我們兩個房間 基本上分為一個大房 一個小房 我們這間房間 就是大房的 客房主人房 我們基本上 這個位置都是做了裝修 都是一個直播的一個房間 到時候這裏 再放一張床 再放一張梳化 再放一張衣櫃 基本上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南向 南向的四十四方 我們開窗 看到圓嵐 到時候這邊 看到景色都是圓嵐 另外我們的空調 是不包的 到時候 買這個業主 到時候 要自己安裝一個空調 位置 我們這個層高 可能會被一樓喊少少 沒有什麼白 這裡大概是兩米 一個高度 所以這邊都是所有的 用來住 人家都比較方便 另外我們這個牆 按照這間是一樣的 沒有牆紙 都是一個白色的 一個瑜伽出 到時候 你現在個人需求 放一些牆紙 裡面 都比較舒適 包括一些深藍色 就是一個天空 和海洋的感覺 都比較OK的 另外 我們看到這邊位置 這個梳妝台 我們所有地市的地方 都已經包含了 到時候 就不用自己安裝了 在這位置 還有一個廁所位 這個廁所位 也是我們二樓 也是帶房間的 基本上 基本上 不用說 我們晚上 不用走到一樓 都上廁所了 我們這邊 基本上 可以是二樓 也有一個衛生家 給你享受的 我們這邊 正對這方面 我們旁邊 還有一個細房 細房 很簡單 如果你的家人 有小孩子 也可以撞到一個 特特迷 到時候小孩子 可以住在這裏 如果沒有小孩子 其實我簡單一件事 你可以做一個衣帽間 也可以做一個浸物房 也可以 另外這個位置 也可以是我們打通的 打通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大房 所以這邊 出去出租 但是家人來租 這邊周邊 基本上都是外來人口 都會拖架大口過來 所以基本上這邊出租 也挺方便的 另外 其實這個位置 都有一個窗 所以我們每個門 每個房 每個房 都做到一個向陽 和通風 比較多 所以很少房 可以做到我們 有一個公寓 特別是公寓 來講 基本上有個房 通風和採光性 都比較差 我們龍光 這個模型 基本上做到我們每個房 都有窗 和通風性 比較高 可以看回整個樓 都看得差不多 還有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為何會有一個窗 比較奇怪 其實這個洞 其實不是 我們來看看 是一個贈送的空間 怎麼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走廊位置 是我們採用了 一個是新垃圾 我們都是給我們業主 去採用的 可以放一些換季的衣物 還有一個被子 到時候就不用爬來爬去 放一個伸縮梯 基本上都可以 整個房子 這個結構 大家可以看清楚 基本上 中空比較舒適 看上去都比較舒服 到時候 你們想買這裡來住 基本上 我覺得 南向採光 可以的 所以這邊買來住 都沒有問題 我們看完 這個位置 我們有44方的板房 我們再下方 看看 一個40方的板房 40方 跟這個結構 差不多一樣 只不過 它是 朝向不一樣的 基本上 我們這個護形 都是做得比較舒適的 好 這邊就是我們 一個40方的產品 比剛才的44方 就小於4方 其實護形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一個潮南 一個潮北的 我們所採用的 裝修風格 都是一個直播類型的 大家可以參觀一下 基本上 都是跟我們 南向的44方 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 你感覺不到 它是大還是小的 因為它是相差 四個方 基本上 除房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 蜂蜜式的除房 基本上 這些都是剛才跟我們說的 都是大賣的 都是配套 所以這邊 基本上 都是買些傢俬 加電 搬進來 就可以住 也可以我們出租 我們再上去看看 我們二樓的一個護形 其實跟我們剛才看的 護形都是一樣的 這邊 其實 上到這個位置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梳妝桌 我們梳妝鏡 這個位置 都是帶有的 我們這邊 它都是有一個 隔壁 我們有一個廁所位 我們廁所位 所有地方都包賣的 我們都可以 到時候 自己就是 安裝一些洗澡 花枝灑上去 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的水電 基本上都幫你 調好 只需要自己 安裝一些 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細房 它就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 我們一個 去桑拿的位置 這個基本上 就是放小 在這裡休息 到時候 我們這邊 你可以放一些 衣櫃 或者是 特朗米 可以做房間 也沒問題的 這邊 這邊 我們剛才是一個大房 它是客房 主人房 其實這裡 它是做到一個 尾甲的一個 工庫室 我們這邊 放一些大床 也沒問題的 所以這個房間 基本上 是用來住 兩人在這裡 都沒問題的 怎麼這樣呢 我們放一張 兩米大床 接著 這個位置 你放一個衣櫃 基本上都可以的 我們這個陽台位置 你也可以放一個 收納式的特朗米 到時候 這裡可以放一個櫃 在這裡 裝一些雜物 接著 也可以做一個梳化 所以都比較方便 我們看完這個板房 基本上 跟那個44房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有一個 我們是一個 儲物櫃 在位置 儲物室的位置 所以到時候 這個儲物室 我和一些客戶 我會說 你怎麼上去 其實很簡單 我們香港 比較多的 新竹梯 我們放一個新竹梯 上去 到時候 放一些換柜衣物 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就參觀完我們的板房 我們回去 我們整層 我們都會帶一個 大面積的創意辦公室 這裡可以做一個三房 我們入戶 跟我們剛才一樣 但是會拖多一個 我們收集式的鞋櫃 以及儲物櫃 都可以用到 另外 我們這邊位置 這裡可以放一些雜物 下面可以放一些 比較少的鞋櫃 都可以放得比較多 另外我們這邊 脫房和洗澡房 都會相當來說大很多 可以看到我們的洗澡房 洗澡房 可以看到 比我們住宅的洗澡房 都會大很多 我們整個米八哥的人 有到去都比較舒適 轉來轉去都沒有所謂 所以這裡 到時候這個位置 就除了一個洗澡房 或者是衛生間 都可以的 我們看看我們脫房位置 那麼洗澡房 它可能會沒有 44房那麼深 但是它有整個空間 一個封閉式的洗澡房 到時候這裡 做些咖啡 以及水桌 給一些老闆 以及我們員工去喝 都沒有問題 如果買來住 基本上這裡 只能夠用電 我們就安裝電磁爐 在這裡煮飯 基本上都可以的 空間都比較大 多於這邊 所以擺的雜物櫃 都會比較多 那麼我們出來 可以看到我們這位置 有一個中空的大廳 這個廳 真的非常豪華 可以這麼說 這就是我們 一個小型別墅的舒適度 那麼我們來看看 這個位置 一看上去 一個中空的玻璃房 都比較舒適感 所以另外 我們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辦公室 也是做廳 你可以思想一下 我們這邊打個沙發 在看電視 是非常享受的 另外我們這邊 也有一個客房位置 客房我們來裝修 是一個風格 做了一個會議室 會議室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客廳 客房 我們客房 基本上你可以 給老人家住 因為老人家喜歡住一樓 不會爆來爆去 我們這個大灣窗口 我們採光 通風來說 因為我們大積的位置 都在我們南向的單邊位 不是東邊 就是西邊 所以這個窗 採光 是非常一樓的 另外 我們這邊外面 我們可以看到 外面 會有一個讓桌 我們讓桌 基本上 你買來自己住 就可以放空調 如果是辦公室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位置 可以拿回衣服 或者幫助空調 我們回到樓梯位置 我們這邊 基本上樓梯 就沒有我們現在的 四下方那麼寬鬆 但是這個位置 就是使用來說 比較方便 我們上到來 都會看到 我們有兩個房 以及 加賣一個衛生間的位置 我們先看看 我們現在的客房 這個客房 我們主要是裝修的風格 就是做一個辦公室 即是我們老闆的一個辦公室 我們到時候 這裡可以做一個主人房 也可以做一個客房 這個位置 擺放一張床 擺放一個衣櫃 再加上一張梳化都可以 所以這個位置 裝修就看個人的一個想法 所以另外 我們這邊 都是有窗口 不是向東 亦是向西 所以這個採缸和通風 都可以的 另外我們回到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廁所位 其實我們二樓的廁所 和我們一樓的廁所 都是一樣的 做個敷落的位置 都比較舒適 到時候在這裡 洗澡 洗衣 全部在這裡都滿 但是你想想 我們一樓是除房位置 都可以安裝一個小耳機 另外 進來我們這個主人房 都可以說是主人房 這個就比較舒適 我們有一個玻璃 一個長體 我們看下去 中空的大廳 都比較舒適 所以有一個租高在上的感覺 另外 我們這邊位置 可以安裝一個沙發 到時候在這裡 放一張床 在這裡都沒有問題 我們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是 對不對 所說的 儲物櫃 我們這邊位置 都不用裝什麼 新宗梯 可以用到 我們可以放的東西 比較多 比較長 整個樓裡面 寬度 都是包含在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放很多東西 什麼皮 什麼門櫃的東西 都放進去都沒有問題 那麼 看我們六下方 所有的一個位置 就參觀完了 那麼 我可以跟你說 我們帶的所有東西 就除了 這些大型的家電 以及一個沙發之外 是不帶的 包括所有的東西 門都安裝了 到時候 你買來住 投資都沒有問題 買的家具 家電就搬來住了 那麼 我們就參觀完 我們所有的板房 我們回到去 再看看 整個通道的位置 那麼我們回到下來 看到我們整個 參觀 包括我們板房 還有玄林 都參觀過了 那麼我們整個環境 大家都熟透色 那麼這邊 基本上 都買來自己住 投資都OK的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佛山的順德區 就在上個星期 就開放了我們一個 是港澳東包 可以過任人名義 去購買我們一個水域產品 那麼所謂 我們先喝個頭淡湯 後期基本上 都比較多的港澳東包 過來投資的 那麼另外 我們這邊 港澳東包 過來買我們的公寓 和商店 那麼我們這邊 基本上 所需求的一個條件 第一 就是一個貸款 那麼貸款 我們公寓來講 只能夠貸五成 以及自己給五成的 那麼我們這邊 銀行貸款這邊 就比較多的銀行 可以接受的 包括中國銀行 潔線銀行 什麼大興 新興銀行 都比較多的 那麼我們需要條件 可能會是需要你們 提供我們一個 半年的一個 內地的稅收 那麼這個貸款問題 就可以解決的了 那麼另外 如果你是存款購買的 那麼什麼都不用需要 就過來購買 隨時可以買的了 那麼另外 這邊的位置 你除了住宅以外 公寓以外 我們這邊的限購 內地限購住宅 那麼我們住宅 基本上都是一個限購的 那麼我們 講過銀包 在內地 買了一套住宅 只能夠買一套 那麼你需要提供的證明 都是一樣的 不同公園 但是它提供的稅收證明 需要一年以上的 一年以上 那麼你就算存款 你都要 那麼就算你存款 那麼你都需要提供的 一年以上的一個稅收證明 所以這邊 我們講過銀包 過來投資 買來住 就歡迎大家過來 看這邊的資訊 那麼今集節目 就到這裡了 歡迎大家去收看